今年的疫情不單止令生活多了個口罩 還改變了大家的生活習慣以及人生方向 以林瓦斯為例 疫情就令他的時裝店虧損了六位數字 結果不得不結業收場 雖然經濟上受到不少壓力 但林瓦斯一向都見步行步 他就腳踏實地建成了一份民原的工作 11月正式開始OL的生活了 我正在嘗試著的 現在很厲害 我的朋友全都看死我 你回了一兩天 但我現在已經回了第六天了 正在嘗試著的 新嘗試來的 都OK的 有些不習慣 有些不習慣 真的不習慣 幸好我的上司都挺好的人 但他不知道我是誰 不是因為知道我是誰來對我特別好 不關事 我這輪都會繼續下去 繼續做下去 我想很多事情都會先做下去 因為疫情關係真的很多事情沒辦法 所以都會先嘗試一下 所有事情都會先保持 每樣事情都會先保持 或者現在新嘗試 而李日朗的正職依然是藝人 不過工作的形式就和以往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分別 例如由實體推廣活動改為網上舉行 阿當都花了些功夫迎接新轉變 最近主要的業務竟然是大貨 因為以前有很多活動 可能會邀請我們出去工作 但現在真的少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商家找我去大貨 帶食物 護膚品 美容 珠寶 哇 什麼都是一個新嘗試 頭頭是不行的 真心說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個做的大貨 應該是做牛扒 即和牛那些 其實我分不了 賣就不同吃 吃我知道的 好吃和不好吃 但是賣的時候原來很講究 第一次我覺得做得自己都過不了自己 但後來做多了功課 做每一件產品之前 每一類型的東西 我會做很久的功課 做網上銷售的另一缺點 就是客人未買貨品之前 阿當就心思思想shopping 真是分分鐘酬勞 未落袋就先清空褲袋